北极年均温约为摄氏零下18度,而水在低于摄氏零度就会结冰,因此在北极可以看到广大的冰海。 接下来,我们将以气象预报说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正负数概念。 气象预报指出,和欢山周末气温借在摄氏-4度与摄氏-2度之间。 其中负号表示温度低于零度,因此周末和欢山的最低气温与最高气温,介于摄氏零下4度与摄氏零下2度之间。 在日常生活中,有一些彼此相对的量,可以用正号与负号来表示。 例如,以摄氏零度为基准。 高于摄氏零度为正,低于摄氏零度为负。 如果预山气温为摄氏零下3度,可计为负3度C。 那么,如果气温温度为摄氏6度,可计为正6度C。 一般来说,正号可省略,直接计为6度C。 对于正数与负数的概念,是不是更清楚了呢? 接下来,我们将利用温度计解说什么是竖线哦。 首先,我们将温度计横放,使得大于零度的温度刻度都在零的右边。 则此时,小于零度的温度刻度都在零的左边。 至于竖线是什么? 藉由竖线画法的四步骤,一步一步让你知道竖线的重要观念,以及画竖线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? 竖线画法的四步骤,要用心听哦! 步骤一,画一条水平直线,并在直线上认取一点O作为基准点,称为圆点。 圆点代表的数是零,在O点下方标是零。 步骤二,在直线的右边标上箭头表示正向,反方向为负向。 步骤三,选取适当的固定长度当成一个单位,称为单位长。 以圆点O为起点,往右边每隔一个单位长画一颗度,依序标示1、2、3、4。 步骤四,再由圆点O为起点,往左每隔一个单位长画一颗度,依序标示-1、2、3、4。 了解什么是竖线之后,借由竖线的引导有两个重要观念。 首先,在竖线上有AB两点,此两点分别在圆点的左右两侧,且与圆点的距离相等,都是三个单位长。 因此,称3与-3互为相反数,这是第一个重要观念。 第二个重要观念是绝对值。 在竖线上,一个竖A所表示的点A与圆点的距离,称这个竖A的绝对值,以符号表示。